现在台中是在水深火热 但是呢 奇怪 陈柏惟到底是人在哪里 听说他有去拜那个大甲妈 大甲妈他有去 但是民需要他的时候 他是在哪里 对啊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种 缺水的一个状况 共舞庭二的状况 我们都会期望我们 中央级的民意代表 在我们的选区 可以向中央表达 对于这个政策的不满 然后呢 希望中央 对于中台湾有更多的关注 但是陈柏惟3Q哥 你人在哪里 他会告诉你 有哦 我的脸书有PO 我有PO那个台中 有几个共水站呢 我有把这个海线的 共水站的资讯告诉大家 拜托这个PTTPO一PO就可以了 这个政府做的比你还多 这个政府下下业配 到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中天的频道 或者是到其他的 电视台的频道 PO一PO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插你这一个 脸书页面的功能 民意代表 中央民意代表的职责是什么 是要看到你在立法院 向中央的行政部门 去争取他们错误的政策 怎么来调整 为什么台中人 现在这样的一个乱象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说受到缺水之苦 还要排队去洗澡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中央政府怎么样提早 替我们解决 我们要看到你的质询 我们要看到你敢于挑战中央 结果呢 你温顺的像一头绵羊一样 碰到自己的政党光谱相近的 就转弯 完全失去了过去的火力 那你有没有一个中央民意代表的职责 你有没有信 你有没有对得起台中是第二选区的选民 我觉得是没有 更不用讲 除了水还勉强贴了一个 什么水栈的资讯以外 对于中火三号机的重新启动 你更是连一个字都没有讲 你根本就像个小绵羊一样 一生都不敢坑 那你当初中火停开一天的 这个承诺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完全都没有善尽你的职守 到这个时候还在想一些什么 反正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我坦白讲台中市第二选区的选民 为什么要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绑架 就唾弃你就好了 就直接把你罢免掉就好了 因为你在关键的时刻 台中市民最需要你的时刻 你放手不管 或者只是做一些官样文章而已 那更不用讲说 我们大人怕谁 我刚刚在这个书芬在想的时候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以后我要怎么到台南 就是如果这个地层下界一直往下走 我是不是 我如果高铁坐到台中 我是要转车到潮马 然后再换客运这样过去 台铁也不太能坐 台铁我也不太敢坐 怎么做一个台南女婿 要回家看看岳父岳母 是这么难 是怎么样 所以明明知道地层下界 其实李洪源部长 我记得是四五年前 他就已经不断在提醒 会有地层下线的这个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说 包括刚刚的这个台铁 为什么六年来增加了很多预算 但是没有实际上安全的进步 因为速度跟安全的要求是成正比的 就好像我们在以前 如果是快速道路 八十公里线速的快速道路 它的安全细柱要求 跟一百公里线速的高速公路就是不一样 那台铁在过去改成倾斜式列车之后 它越来越快 你对它的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 那更不用说速度最快的高铁 你如果能够是对于这种地层下线所带来的台铁 高铁铁轨的些微变动 都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跟极大的灾害 而你现在却选择逃避这个问题 这个领可绝境 不惜埋下可能的隐忧 那你这个政府就是 人家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就算了 你头痛一脚脚痛一头 然后一了头之后才发现脚又重新烂掉又截肢 这叫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自己的崩坏跟自己的崩解 这样的政府要选你要干嘛 关心我们现在其实在网路上 有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关心 就是3Q哥他的连署部分 我们看到其实这蛮有趣的一个画面 就是绕境的现场居然有3Q的摆摊 希望能够赶快那个连署书 再多签个几份在这边摆摊 有一些网友就写说 祈求妈祖保佑把妖魔收服 还有人说天佑台中 早日下架不适当的立委 另外还有人写说 妈祖慈悲帮帮台湾人吧 但是他自己也有去参拜妈祖 但是你看到这蛮讽刺的 就是两个非常对立的一个画面 一个去参拜 但是现场有很多人在那边写 林鼠叔说我就是立日之下 我写林鼠叔 网球妈祖收邀3Q 冠勋怎么看 我想说从春博会上任以来 大概一年多 我们在立法院看他质询 我可以归类出他的那个逻辑 一上来不管面对哪个部会的首长 长官一上来就说 请问保长 你要说台语吗 台语你听了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的开场白 好像只会 只有他会讲台语 只有讲台语才是爱台湾 才是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这永远都是他开场白 所以这个人思想是满可爱 满狭隘的 但是他的确有一些年轻人 可能会喜欢他 觉得他很好相处 觉得跟自己的痛调很合 但是你看 我这个台中选出来一个立委 对于这样一个水生火热情况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你要拿他跟陈玉珍比 那陈玉珍现在在哪里 陈玉珍委员 因为协调春节 这个金门民众交通往返的事情 人家现在已经住远了 住台大要住十天 同样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人家就可以选出一个 真的为在地相信 在打拼在努力的 结果我们的柏维 刚才小心说他像绵羊 我觉得比较像乌龟吧 对啊就是 到底是绵羊还是乌龟 乌龟啊就是遇到状况就躲起来啊 然后投身出来台湾价值 那你又说台义吗 那你又说台义很厉害 哈哈哈哈 好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两天 这几天在中部地区 真的是万头专栋 这个画面看起来 真的是蛮震撼的 这是大甲妈的绕境 万头专栋 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关系嘛 人没有那么多 但是今年比前年多了很多 不只是大甲妈 还有拱天宫 跟今天的这个白沙夜市一样 好我们看到呢 他在傍晚的时候 今天是会到云林的西螺 这个部分 好我们看到万头专栋志刚 就是现在人民已经求不了政府了 只好去拜神明之后 就说求助于心灵上的寄托了 是这样吗 当如果只问苍天鬼神 那一定是政府都没有办法靠的时候 我们才会求苍天问鬼神 而且你看今天人那么多 我觉得最痛苦的 或者是最皮皮抓的 应该是陈时中 因为那么多人他聚集在这边 有没有防疫上的一个漏洞在 那大家或许是去年憋太过头了 或者是今年大家生活太苦了 我们不能靠政府只好靠神明 所以大家目前在看的是 今年我们 今年我们是怎么的路线 然后或说那个白沙屯骂 跟大甲骂会不会碰在一起 都会被碰头 其实大家看的是这一些 唱歌 好我们看到呢 好真的是 大家只能求助于神明了 因为呢政府都做不了什么事情